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事情 眼下我们只需要欣赏一下元素的排列规律 这个氢只有一个质值 所以它的原子序号就是1 排在周期表中的1号位 而油原子含有92个质值 所以它的位置很靠后 原子序号是92 顺便说一下 原子序号与原子量是不同的概念 原子量其实是原子中的质值和中子的数量加起来 所以同一种原子可能会有好几种不同的原子量 这个概念我们后面很快就会用到了 不过到这个时候 人们还有大量的未知需要去探索 比如说这个2号元素氦 它其实是我们宇宙中最常见的元素 但是在之后的30年中 人们对它的了解并没有什么增加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地球上没有天然存在的氦元素 你得去太阳上才能找到 这个氦元素是宇宙中第二丰富的元素 但它直到门洁列夫排出周期表的前一年才被发现 而且此前人们从来没有设想过这种元素的存在 它也不是在地球上发现的 而是在某次日食的时候 通过分光镜发现了它在太阳中的存在 这也是它以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赫里奥斯来命名的原因 直到1895年 氦才被分离出来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要感谢门洁列夫的发明 它使化学有了一个牢固的根基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 元素周期表的美是很抽象的 但对于一个化学家来说 它所展现出来的秩序和结构之美 无论怎么赞叹都是不过分的 在一本叫做《化学元素应用史》的书中 作者就这么写道 毫无疑问 化学元素周期表是科学史上最优美的结构化图表 没有之一 类似这样的评价 你还可以在每一本讲述化学发展史的出版物中找到 今天我们已知的元素一共是120个左右 其中92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 有20多种是在实验室中合成的 不过具体的数量是有一些争议的 因为那些合成的重元素存在的时间往往只有多少呢 百万分之一秒的时间 所以化学家们有时会怀疑是否真的检测到了这种元素 在门杰列夫那个时代 已知的元素是63种 但门杰列夫的聪明还体现在 他意识到已知的这些元素并不是一幅完整的图案 还有很多的缺失 他的周期表十分精确地预言了那些新元素 并且一经发现马上就可以安排就位 这个就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他可以做出精确的预言 而且这些预言都是可以被检验的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原子序号到底能够被推到多高 这个就没有人说得清了 原子量大于168就被认为是纯粹的意测了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不论再发现多少元素都可以完美地匹配到 门杰列夫那张伟大的表格中 对化学家来说 19世纪还有最后一个重要的惊喜 这件事情发生在1896年 巴黎的贝克勒尔 无意中在一张未曝光的照片底片上 割了一包油盐 放进了黑暗的实验抽屉中 过了一段时间他把底片拿出来 惊讶地发现 油盐在底片上啄出了一个深深的印子 就好像暴露在阳光下一样 很明显 这种油盐会放出某种射线 贝克勒尔想到了他的发现很重要 但是他却做了一件明智和不明智辩证统一的事情 他很不明智的是 没有自己继续去研究 而是把这个发现交给了一位研究生来继续调查 但是他非常明智的是 他把这项研究交给了一位非凡的研究生 而这名研究生不是别人 正是玛丽居里大名鼎鼎的居里夫人 不过那个时候 他还不过是刚刚从波兰来的新移民 新婚不久 他和他的丈夫皮埃尔居里 共同发现有一种矿石 会持续释放出很大的能量 而且矿石本身还不会变小 也看不出任何其他的变化 这其中的原因 是居里夫妇当时不可能知道的 也不可能有其他人能解释 一直要到十多年后 爱因斯坦才给出了解释 那是因为矿石用一种极为高效的方式 把质量转换为了能量 居里夫人就把这种效应称之为放射性 在研究的过程中 他们还发现了两种新的元素 一种叫波 以他的祖国波来命名 另一种叫雷 这个在拉丁文中就是射线的意思 可能很多人会以为 像居里夫妇这样的物理学家 一定是穿着白大褂 在高精尖的实验室中 用各种精密的仪器和工具提炼放射性元素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真实的情况是 他们俩其实是从几十吨的废矿渣中 才提取了0.1克的雷 为啥要用废矿渣呢 很简单 因为没钱 买不起很昂贵的沥青油矿 只能用非常便宜的价格 去收购人家剩下的废矿渣 他们的那个实验室 其实就是一个肮脏的大棚子 顶上还是玻璃的 夏天热的像烤炉 冬天又冷的像冰窖 然后他们在这个棚子里面 就支起一口大锅 每次可以熬二十多公斤的矿渣 对的 真的是熬 然后居里夫妇就拿一根大铁棍轮流的搅拌 底下还烧着火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场景 就跟重庆火锅熬锅底差不多 只是他们的那个工作环境 要比熬火锅底料的工作环境 差上个100倍也不止了 而且那个气味还极其的难闻 就这样 他们一熬就是一两年 熬了几十吨的矿渣 才最终提炼出了0.1克的雷 所以科学发现的结果是美妙的 而且历史书上 永远只会一笔带过 记载辉煌的那一刻 但又有几个人能理解这种过程的漫长和艰辛 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当然 勤奋的居里夫妇得到了他们应有的荣誉 1903年 居里夫妇和贝克勒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个贝克勒尔真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所以我前面才说 搞不清她到底是明智还是不明智 居里夫人在1911年的时候 还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 这一次她得的是诺贝尔化学奖 她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既获得物理学奖 又获得化学奖的科学家 这个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性元素后 有一位出生于新西兰的年轻人 她当时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的 麦克吉尔大学的物理系主任 她的名字今天对于我们这些科学爱好者来说 那真的叫卢雷贯尔 这个就是卢瑟福 她对这种新的放射性材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和她的同事索迪一起就发现 在这些物质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而地球所产生的绝大部分的热量 可能都来自于放射性物质的衰变 他们俩还发现 放射性元素会衰变为其他的元素 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油原子 但接着就会变成一个千元子 这个发现的意义真的很重大 这是一种简单而又纯粹的真正的炼金术 从来没有人想到过 这种事情居然能在自然界中发生 这实在是太奇妙了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 卢瑟福马上就认识到 这种放射性物质它有实用价值 它注意到一种现象 任何一块放射性物质衰变掉一半的时间 总是相同的 它把这个称之为半衰期 而且还非常的稳定 这个半衰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 但是普通人又很容易误解 现在我们假设有一种物质 它的半衰期是30秒 但是那并不是说这种物质中某个原子的寿命是30秒 60秒 90秒或者任何30的整数秒 其实每个原子的生存时间都是一个随机的长度 与30的整数倍毫无关系 它很有可能只能生存几秒钟 但也可能长达几年几十年 甚至几个世纪 没有人能够准确的知道 但是我们却可以准确的知道 这些物质从整体上来说 它所包含的原子 会以每30秒消失一半的速度衰变掉 就是这么奇妙 而这种固定不变的半衰速率 完全可以用来当做某种失踪 只要测出某样材料 现在包含的放射量 再测出它的半衰期就能够反推出该材料的年龄 他测试了一块磊氢矿石 这是一种主要的油矿石 他发现这块矿石的年龄至少是7亿年 这就已经大大超出了绝大多数人所坚信的地球的年龄 1904年卢瑟福旅行到了伦敦 在105年前由伦福德伯爵创立的皇家研究所开了一场讲座 105年前 绅士们还是涂脂抹粉 戴着假发牺牲细气 现在弹纸一挥肩 这样的时代已经远去了 现在都已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末期了 人们把袖子卷得老高显得空无有力 卢瑟福来到这里是专门宣讲他的放射性衰变理论的 他拿出了一块沥青油矿石 老练的说 当年开尔本勋爵 曾说如果能找到地球上的其他热源 那么他的计算就会被推翻 现在我已经找到这个其他热源了 而其实这个时候 开尔本勋爵就坐在台下 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了 不一定是醒着的 卢瑟福在台上坑枪有力的说 我们要感谢这种放射性现象 他证明了地球的年龄 比开尔本勋爵最终的计算结果2400万年要古老的多的多啊 他每次都用一种极为尊敬的语气提到开尔本的名字 台下的开尔本勋爵每次听到自己的名字都会显得眉开眼笑 然而事实上他其实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他从来就没有接受过地球年龄的其他数字 直到他临终之际依然认为自己关于地球年龄的计算工作 是对科学最有眼光也是最重要的贡献 要比他在热力学方面的贡献伟大得多 和历史上的许多科学革命一样 卢瑟福的新发现也没有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 至少在当时是这样的 都柏林的乔丽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 还死命坚持地球的年龄不会超过8900万年 他的确坚持到了死为止 还有些人则只是纯粹的忧虑 他们认为卢瑟福让地球已经存在的时间 实在是太长了点 就这样甚至到了放射性年代测定法 也就是半衰期测定法很出名以后的 又过了几十年 人们还是认为地球的实际年龄不过十亿年 科学虽然已经走上了正轨 但依然任重而道远 凯尔文勋爵是1907年去世的 门吉列夫也在这一年随他而去 与凯尔文一样 门吉列夫身后也是成果累累 不过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他显得不太消停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变得越来越怪异 他拒绝承认任何新生的事物 比如放射性 比如电子等等 而且还变得非常难以相处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 他的足迹遍及欧洲 人们总是看到他气冲冲地从实验室 或者讲座中冲出来 为了纪念门吉列夫 1955年发现的第101号元素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就是门 这个名字取得真的很恰当 因为门也是一种不稳定的元素 居里夫妇因为放射性而成名 但遗憾的是 他只看到了这些物质有趣的一面 而没有意识到它们可怕的一面 到了20世纪的头几年 皮埃尔·居里就开始感到放射病的明显症状 比如说骨头隐隐地做痛 浑身不舒服 看来最终他会走向不治的 但我们已经无法确认了 因为1906年 当他横穿巴黎的一条马路的时候 不幸被一辆马车给撞死了 而玛利亚·居里在他的余生中 始终干得非常的出色 1914年巴黎大学游研究所 在他的帮助下成立 尽管有两个诺奖在身 但他却一直未能当选为 法国科学院的院士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由于他在上夫之后 与另一位有家世的物理学家 产生了婚外情 这位物理学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大名鼎鼎的郎子万 这种被认为是不检点的行为 即便是法国人 至少是科学院的那帮老头 都震惊不已 但我这个节目和科学史评化不同 我一般不扯开谈这些非科学的事情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人们总是假定那些拥有巨大能量的物质 比如说放射性物质 是对人体有益的 过去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牙膏和通便剂的厂家 在他们的产品中 还要添加一种放射性物质 叫土 在20世纪的20年代 很多美国的这种温泉宾馆 都把它的放射性矿泉 当作特色来吸引客流的 一直到1938年 消费品中才被禁止添加放射性物质 但这对于居里夫人来说 已经为时过晚了 1934年居里夫人死于白雪冰 事实上放射性的危害非常的大 而且持续的时间极长 即便是到了今天 居里夫人189几年用过的稿纸 甚至菜谱都是相当危险的 不能随便接触 她生前看过的书 是被放到内壁式铅皮的盒子中 如果有人要阅读的话 必须要穿上防护服才行的 我们真的要感谢 20世纪早期的那些原子科学家们 正是有了他们 在枯燥而高风险的工作中 全身心地投入 人类才终于确信 地球已是非常非常的古老 尽管人类还需要花上半个世纪 才能真正自信地说出 地球准确的年龄 但此时的科学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伟大而崭新的时代 这就是原子时代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